好 非常多謝你接受我們MAN的訪問 我知道你這個網紅階別做得非常成功 也想你可否分享一下 現在我們經常講網紅直播 跨境電商 其實現在整個業界是一個什麼情況 是怎樣做法呢 如果真的有人很想做跨境電商網紅直播 究竟我們事前有什麼準備功夫要做呢 好 首先謝謝Calvin你邀請我 是說得很對的 其實我們現在我想整個社會 也不只是在香港這個地方 內地 世界各地 馬來西亞 其實我們都開始有這個網紅直播發生著 整個世界是一個趨勢 如果你說現在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我個人認為其實香港還是在一個非常之萌芽 或者是一個嬰兒班的階段 所以其實很多人可能都會發現 在內地已經很多人都說網紅帶貨 但香港這個地方其實都好像未去到很盛行 原因就是什麼呢 就是剛才Calvin你也有提到的 就是其實我們要做好網紅帶貨這件事 其實我們真的需要有很多很多的準備功夫 我想說回一個人其實他們需要一些什麼的素質 才能夠做到一個非常好的網紅 很多人在最初來做一個Live Streamer 或者他們所謂的KOL Key Opinion Leader 大家都會有個想法就是 我有一個美麗的樣子 或者我不怕面對鏡頭 其實我已經可以做到一個網紅 但我會說就是 It's a lot more than that 是多很多東西在背後的 尤其現在我們說到那麼多人都喜歡做網紅 其實網紅我們開始去到一個細分化的階段 就是說其實每一個網紅 其實我們都會期望他是一個專業的人士來的 內地現在都說網紅已經開始成為一個行業 他不是一個大家喜歡做的 hobby 而是真是一個industry來的 當我們進入這個industry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industry knowledge在背後 舉個例子 譬如我是做美妝的 我是做cosmetic 或者是skin care products的 其實你會發現裡面的人已經是細分到 舉個例子 我只是做護膚的 我只是講唇膏的 我要講眼妝的話 我甚至可能細分到我是講一條眼線 我未必會是一個什麼課都講的人 所以如果要成功地做到一個我們所謂的網紅 或者是一個live streamer的話 其實他一定要在某一個範疇裡面 對於他的知識要有很好的掌握 變成做網紅也有很多學問 我這樣說 譬如一個人真的很有專業知識 他很想做網紅 但他又不會做 我知道其實你們是在搞一些網紅的培訓 可不可以這裡也介紹一下 當然可以 其實網紅如果我們真的要做好這個行業的話 其實他跟任何的專業行業都是一樣 譬如你做account的 當然你要有accounting的專業知識 做網紅其實也是一樣 我們需要有一些特別為了做網紅而有的專業知識 當然大家可以幻想一下我們做一場直播 其實是等於做一個節目 一場節目是需要有很多人的配合的 一對crew 我們要有導演 我們要有人去寫一個synopsis出來 我們要有一些產品的選擇 我們要對產品的特色要有認識 以及也要有很多譬如我們一些跟商家去做一些討論 譬如今天我做這場直播 最後一個小時我舉個例子 我總共要介紹幾件產品呢 每件產品我大約要講多久 還有當我介紹這件產品的時候 我哪些位置要引入價錢 甚至譬如有沒有什麼promotion 我們叫做一些time limited的offer 因為很多時候譬如我們做直播 為什麼我要看你直播的時候 按個鈕來買呢 我不走去購物店買 現在的brick and mortar購物店這麼方便 為什麼我不走去店裡買呢 一定是因為你做直播這段時間 我得到 either是訊息或是訊息的offer 是跟我走去購物店是不一樣的 那你那個的live streaming的section 才對我來說是有價值的 所以我們要在我們做這個live streaming 準備的時間 我們就要想起這件事 究竟我們說的content 跟我們走去購物店說的content 有什麼不同呢 所以其實我們要plan一個live streaming的section 其實說的是我們的party 要在做之前我們要開會 我們要想offer 我們要想宣傳的方式 我們要跟商家聯絡 我們要plan好買哪幾個產品 以及我們的call to action的message 究竟是怎樣 然後在live streaming的過程裡 那一小時就要施展完全的混身解數 因為你一個人要兼顧很多東西 導演拿著鏡頭 你要有隊crew不停去prompt你 在哪段時間要說什麼 鏡頭對著那件產品有沒有反光 哪段時間我要show件產品的實物出來 哪段時間我要show件產品的外形出來 然後我去說那個價錢出來的時候 那個discount是在做多少 現在多少錢 那全部的messages 你只有一次機會去說 你不能說錯了價錢 不好意思我剛才說錯了 我現在再說過 那別人對你的信心已經沒有了 我也知道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有這麼多網紅的知識 可以做一些這樣的培訓 其實都和你自己的背景有關 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教育 現在就某程度上叫做一些轉型 去做一些網紅的直播大課 這個business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型 那個心路歷程又是怎樣的呢 好 其實是很interesting的 我自己都覺得人生是需要有很多的新挑戰 對於我來說 由一個大學的教授 轉了做現在的網紅 再走多一步去到網紅培訓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 跳出comfort zone的一個機遇 但是我又經常都覺得 其實我們現在經常都說 如果在在有讀開marketing的人 我們經常都說 今時今日我們走的叫做agile marketing agility真的很重要 我們教書其實和做marketing都是一樣 我們要很update 我們要因應著我們不同的target audience 我們要去adjust我們的messages 的delivery等等的東西 我覺得教書和做marketing 在這個層面上是很相似的 我自己為什麼當日會有興趣做網紅這件事呢 其實很簡單 一切的東西是源於興趣 我自己都很喜歡看別人做一些直播 網紅帶貨 坦白說我個人就很喜歡專業化這件事 我覺得凡事都是你不要做 做得就要專業 有時你見到人做網紅的直播帶貨 你覺得這樣也可以做網紅嗎 有時你真的看得很牙痕 我覺得可以做得好一點 但是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好一點 我就會喜歡一個很hands on的experience 自己去感受一次 自己去做一次 然後你就會體會得到 原來這個位置做得好 我們背後有什麼因素 或者做得不好 其實我們可以怎樣去改善 從而在我做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develop了一套功夫出來 形成了一個教材 也很幸運 也有很多人看完我們的直播 都會覺得Michelle也很想找你幫我們做一些培訓 所以我也開始跟一些大學 或者一些私人機構 他們的前線人員 我們都去做一些訓練 去訓練他們怎樣做一個 我們叫做live streaming的marketing 因為以前的marketing很簡單 有件課 我們經常說四個p 現在四個p已經不正確的了 因為都沒有place這件事了 很多人都不是下舖買的 在網上按個鍵就購買 所以似乎marketing的定義有點不同了 我就在這個層面上去發揮 剛才也說得好 我想香港在這方面 都是處於一個比較起步的階段 我也知道尤其是疫情關係 很多的公司 尤其是中小企 或者一些本地的品牌 其實都很想開拓一些新的市場 尤其是當然很希望走進大灣區 在整個內地市場可以發展 而他們很多都想去知道 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我知道你們在跨境 尤其是進入大灣區 整個大灣區市場裡面的這部份 其實你們都做了很多工作 可以分享一下嗎 好啊 好啊 其實我們都很驚慕我們自己 在這段時間其實我們都走得很快 我相信都不單止是我們 我相信像你剛才所說的 很多的老闆們 尤其是中小企的老闆們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有危我們有機 當然COVID-19的出現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但是它某程度上亦都提供了 或者是好像下了少許油 去加速了整個Live Streaming Commerce的發生 事實上是的 香港的市場如果你看回 無論就算我們說香港人多願意花錢 多喜歡賣東西 都未有來及一個大灣區這麼大的 population 其實這個絕對是一個機遇來的 所以當然有機遇我們就要把握 不是說看到一塊肥豬肉 我只可以這樣把它擠進口 你也要想個方法去烹調它 煮得它好吃 這樣擠進口才是好吃的 我們在這段時間做了很多功夫 我們也看到 譬如內地政府也有說到 都很希望可以 因為大灣區這個機遇 令到多些年輕人可以進入這個大灣區 去工作 大家去開眼界 也開始慢慢去了解內地整個經濟體系 我們正正就是希望可以做到其中一個Key Player 透過我們的Live Streaming的一個訓練 我們提供給年輕人一個培訓 令到他們變成一個專業的Live Streamer 又或者直接說透過他們這個渠道 他們可以Line up到這一邊的品牌 以及這一邊就是內地的購買者 而他們就是中間的Channel 當他們有一群品牌持在手 透過他們去做Live Streaming的Commerce 去推廣給內地的客戶 然後內地的客戶認識了 那這一班人就自然會去購買 我們希望我們去Build 他們 我們去Educate 他們 我們去培養他們 令到他們變成這一條的橋樑 Between品牌與內地的消費群 去加速一些我們叫做有質素的品牌 無論是香港的品牌也好 國際的品牌也好 他們可以進入內地的市場 非常好 希望可以通過你們 香港的年輕人也好 一些中小企也好 香港的品牌也好 都可以真的把握到這個大灣區的機遇 不如這樣 最後一句很簡單 究竟未來的展望會是怎樣呢 簡單說說 我們都相信其實大灣區這個機遇 是無論對於商家而言 以及對於年輕的一代來說 都是機不可失的 當機會在我們面前的時候 我們經常有一句說話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所以我們經常都很希望 就是每一個人 無論我們打算什麼時候進入大灣區 這個市場都好 我們都要好好地準備我們自己 令我們自己有定一些的素質 一些的Qualities 適合我們在任何的時候 只要機會一出現 我們就可以進去享受這個大灣區的機會 啦